这像皮鸭是 过去什么东西啊 他把针给掐爆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汤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独立恐怖游戏 这一款游戏名叫做鼓掌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款游戏介绍好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房屋看护工作的广告 由于我的资金短缺所以我决定报名 所以我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然后引发了接下来一些恐怖的事件 然后下面告诉我们 我有没有提过你住的房子里 有80年代最新的家庭自动化系统 现在你知道了 只需要在房子里的任何房间拍两下手 就可以开关灯了 哇 智能家居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做一些家务活 然后整理一下这个房子 等待主人回来就好了 就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独立恐怖游戏的话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我们现在要找到Maxim的房子 这边有个人 他是谁不知道 来 聊一聊 打扰一下 我想在这条街上找一座房子 你能帮我找找吗 当然可以了 你想找哪个房子 我想找Maxim的房子 他托我在他不在家的时候 帮他照看一下房子 Maxim 啊 有意思了 他经常让我来照看他的房子 顺带一提 我叫Marco 很高兴认识你Marco 你能告诉我他家在哪吗 当然隔着两座房子 我都在这里 然后邻居Savo在中间 然后是Maxim的家 你不会错过的 所以他家在最那边一庄 对不对 不客气 适配一下 我刚刚说到 我家庭自动化系统的邮件 我现在真的很兴奋 听起来很有趣 他做什么了 我想他应该会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容易 控制灯光温度 甚至还有一些安全系统 总之都是非常酷的东西 哇 听起来很便捷 所以你为什么决定要买他呢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现在这条街的附近 总是会发生一些失踪事件 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邻居Savo 他买了 而且对他赞不绝口 所以我们也决定买 他在安装完之后就去度假了 说里面有一些内置监控系统什么的 他不需要处理 我猜他应该是想 在他不在家的时候 让我帮他照看一下 好的 我希望你可以去享受这套系统 谢谢你为我指路 Marco 不客气 如果你还想问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在附近 好 所以他还在这边看邮件 好 这是他的家 这是他的邻居Savo 那边 那边是Maxim的家 对 这边 这一栋 哇 好亮哦 OK 就是这个 现在要进入房子 看来还是很流行的 诶 怎么没有钥匙 我想房主说过钥匙在后院 哦 是这个风铃啊 在这 好 走喽 开门喽 诶 音乐突然停了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黑呀 哦 对 要拍手 哦 哦 确实说过 这是一个智能住宅 所以我刚进门的时候 它是自己开灯的 对不对 好了 这边好像有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贴在这个冰箱上 嘿 谢谢你帮我照看房子 然后我们需要检查邮箱 给植物浇水 并且扔垃圾 按Q键的话 哦 按Q键就是开关灯 OK 然后它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在厨房随便的吃一些食物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三个 检查邮件 然后浇水 然后扔垃圾 OK 那还是挺容易的 这边有吃的吗 没吃 诶 你这冰箱真的什么都没有 哦 有肉诶 有可乐 这还要自己烧吗 哦 我们先要检查一下房间了 先不能做那些事情 先把房间灯都开开 哇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 这是汽车间 先把所有房间灯都开开 我听了去开门声 哦 是这个声音吗 这个不让进去 好的 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任务 要去检查一下邮箱 这个门开着应该没什么事情吧 反正也没什么人 有问题就去找那个Marco 诶 有人失踪了 黑帽他失踪了 需要请求些帮助 挺帅小伙子怎么失踪的呢 什么情况 这音乐起得有点太突然了吧 没有 感觉是在这边的车库 会有一些工具 啊 这边 他要哪里 啊 这里 有人脚步 应该是有人回家了吧 不管不管 应该是有人回家了 不要慌张 我希望是有人回家了 干嘛 其实我很好奇这栋房子 他明明 我们浇完水了 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吧 他明明就是说 这个后院就谁都可以来 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边没有门的 那边他没有挡住的东西 这后院谁都可以来 我靠 厨房的垃圾 哎呦 走 让垃圾去 垃圾应该在哪里呢 垃圾应该在哪里呢 这谁啊 stop 你吓死我了 你谁啊 你吓死我了 他是FBI的人 我靠 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吧 好吧 怎么回事啊 有人报告说 这个地区发生了一些 暴乱 然后一些失踪 还有一些异常的现象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调查 是的 我听说的 但是这里一切都很好 我现在在倒垃圾 确定吗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社区的情况 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是的 我确定100% 我现在只是要倒我的垃圾 你明白吗 好吧 但你要睁大你眼睛 和竖心的耳朵 我们必须要调查一下这个地方 当然我会的 谢谢林警官 不客气 注意安全 哎哟我去 那你不确定来我家检查一下吗 他要去哪儿 我去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正常人 真的很欣慰 好 哇 这个游戏真的 真的是个家政模拟器的朋友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给搬过来 好 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厨房吃点东西 谁 有人在我家拍手 把我灯关了 what 检查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啊 要完蛋 完蛋 朋友们 兄弟们 出事了要 刚才楼上有声音啊 明显 来 哎 告示牌不见了 坏了 坏 哎 等会儿 好 有人进去了看来 哎呦我去 好 就这个房间了 可是进不去 怎么办呢 现在要吃点东西要赶紧睡觉了 我们现在去楼下吃点东西吧 算了 先整点顿吃 吃这个啊 原来 卧槽 有人在我家吃饭 他把我壳都拿出来了 披萨本来都放桌上的 本来都放在这边的 我们需要把麦片放到楼上床上 我们要带到楼上去吃 我说怎么一直吃不了呢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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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在这儿吧 好 ok 给我睡觉 是吧 哎呦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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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这边还有佛他的画像 主人应该是不会来了 现在已经是11点到11分了 我今天要睡这里了 门都不关吗 反正是智能家电 无所谓 保存中 我这是 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现在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胆子是真大吧 果然 这间莫名其妙的房间可以进去了 这个房间怎么回事 这么多抓痕呢 难道有人要求 噢噻 谁呀 有人在窗口 holy 窗户没了 哇 这个游戏我的妈呀 what 这像皮鸭似的 啊 what the f Krister 我去什么东西啊 哇 他把灯给掐爆了 我去你的 啊 啊 可以出去 oh let's go let's go 去找马尔科 马尔科 他来了他来了吗 我看到他了 他在里面 马尔科 好 暗号 帮他把门 把门开开 猫血 马尔科死了 我们离开这个社区吧 好不好 赶紧离开 赶紧离开 我们用腿跑了吗 OK 我跑啊跑啊跑啊 我一直跑到最近的警察局 在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在他的房间里面 发现了房子主人的尸体 与此同时 他的遗体被发现 塞在他家外面的垃圾袋里面 然后我们的邻居 Savo也在 同样的情况下失踪了 他的遗体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发现 除了墙上一些怪异的抓痕 还有我悲惨的描述 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这个怪物会被发现 感谢你悠悠我做的第一款 独立恐怖游戏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哇好厉害啊 他做的第一款游戏 哇这游戏氛围感真的很棒 哦所以这是他一整个系列 他的系列名字叫做 噩梦文件夹对不对 好了朋友们 那么今天这款游戏 今天改做这个地方 我没有想到 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如果这个作者后续 还做了他这个系列 另外的作品的话 我们还可以来玩玩看 那么非要不多说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 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给我的支持三连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